我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我叫岳敏君 韩国的朋友们好 谢谢 也是非常艰苦吧 因为到了当代的社会 人和人的交往都和以往不一样了 他们要依赖飞机火车这种交流的工具 然后大部分都是跨国的这种交流 还有一些跨省市的这种交流 但这个疫情使人都组合在自己的家里面 然后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当然也给艺术创作者 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沉下来的时间 我的感觉是 我觉得好像在一个牢房里一样 逼迫着你不断地思考什么的 然后来填补自己的这个多余的时间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思考一些问题吧 嗯 就是也很遗憾 本来是在在那个做这个韩国 在韩国这个首尔这个艺术殿堂做展览的时候 那时候疫情并没有疫情 然后没想到就是开始策划 开始那个准备展示的时候 疫情爆发了 然后也也我也没有办法来参加 到现场来参加看那个展览 然后这个对对对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吧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韩国的观众热情还挺高的 在疫情疫情阶段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踊跃地去看那个展览吧 我觉得也算是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就是 这个嗯 对这个因为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是学的呃师范专业 就是我们要要从事很多就比如说雕塑 呃中国绘画油画什么很多很多的那个画种 我们都要接触设计包括设计什么的 所以我就呃在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养成了一种 就是多元的这么一种视角 所以我也会做雕塑也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吧 呃这个我觉得这有利于在艺术表达上 那个拓宽艺术创作的视野 我觉得可以互相这个 这个这些作品之间 运用了不同的材料 他们互相可以这个 这个 帮助艺术家进入到更好的一种创作状态 嗯 我觉得可能也是在于呃 嗯 然后他也是用笑来面对这个世界 实际上实际上我 我我是我的这个笑呢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 他们在观观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和观众自我的心灵有有关系 呃还有一个就是我想用笑来面对呃面对一切吧 愉快也好不愉快也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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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用笑来面对这个所谓的人生也好 所以这个 所谓的世界也好 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本质是一种虚无的虚无主义的一种态度 呃 而且这种感觉可能一直持续和影响着我 一直到现在 呃 嗯 从一个 从一个更加呃 呃 长的一个历史时间来看 呃 我目前也没有找到那个 所谓人生的意义 对 嗯 嗯 有可能是 因为 因为我很多的那个灵感 确实来自于和现实发生的那种具体的关系 呃 所以在最近创作的一些作品 呃 是和和笑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 但是它们都来自于和 现实社会发生的事情有关系 呃 呃 我当时也也考虑过这个 那个怎么描述新创作的一些作品 呃 这个反现实主义的概念 我没有办法具体的去解释 但是我在想 嗯 呃 呃 最近出现的那个 那个 chat 什么 GPT 啊 什么那个那个 这个图像的那种 这种通过电脑创作出来的这些 非真 非真实的这个 这个 这些图像 我觉得就是和 我觉得这些 这些东西 这些图像 呃 你一看它不是真正的现实 但是它 又依赖于现实 的存在 而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 这种这种东西应该也都叫反现实主义 对 我觉得今天采访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速度很快 这个我很满意 谢谢